来看一下配股数量表 当然这个配股数量表我们不是用看的 而是用什么的 用查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它是分配股数的这个是什么 业绩搜寻配股数量表 所以用VIRU函数 因为它的栏在栏位名称在上面 然后呢 它的配股数去查到它应该配多少股 那所以呢 我们切到这个切到这个配股数量表里面 那你会发现我们查一定是查这边 然后配股数一定是这边 所以我们来查一下 第一个就是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我们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最下面一个是VIRU函数 那它做什么呢 第一个我要查什么 查页期 页期去哪边查呢 去这个Table Array 查一下就切到这边来 其实就是配股数量表 查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基本上 我刚刚已经有定义一个名称了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切过去 你直接按F3 这边有个叫配股数量表 那就是到配股数量表帮我查 OK 那要查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再点这个配股数量 在离开之后再点一下 你会发现它会帮你移到这边来 那我要根据什么 根据我的业绩 去A栏 记得哦 一定是只是查第一栏 那查到之后的话 它告诉你 你要第几栏 第几栏的话 由这边决定 Color Index 比如说我要第三栏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如果我要把配股数带回来的话 那我这边就输入3 那比对的方式呢 如果完全一模一样是0 如果接近的话是1 那因为这边没有一模一样 只有接近 所以记得把它输入1就可以了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这边输入3 这边输入1 但另外还有一点 它这边是以万元为单位 可是我给的资料呢 是以各位数为单位 所以我除以1万 这边要记得 如果你没有除以1万的话 你会发现 你查回来的都是非常大的结果 都是最大的 好像就这么大 除以1万 这边可能要自己再加一下 好 除完之后 1450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把它向下填满 分配到的股数就查出来 有时候它的业绩 分配到股数 再来的话 现金股利怎么算 它这边告诉我 原来有的股数 加分配到的股数 总和呢 去除以什么 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盈余 总发行股数 分配盈余 这些都有了 所以呢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 很简单的公式 可以怎么样 等于 这边先用等于 钱瓜 因为要先加 所以 钱瓜虎 F3 原来有的股数 原有股数 在这边 这一栏 所以原有股数 加上分配到的股 在F3 分配到的股数 后瓜虎 先加嘛 总和 总和除以什么呢 除以那个 总和 除以 总发行股数 所以怎么样呢 这边你就除以 总发行股数 就是刚刚那个地方 F3 其实直接给他名称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总发行股数在这里 再乘以什么呢 F3 分配盈余 反正其实就上面怎么写 你就怎么做了 因为有些逻辑是 你上面主管要求的嘛 反正你就照着做 错也是他错 不是你错 如果你argue他的话 他可能会生气 所以你就 OK好 把照做好了 如果有一种情况是 你照着做 那以后出包了 上面的上面 责怪下来 可是呢 你说是上面 叫你这样做 可是上面却说 没有啊 是你自己做 那怎么办 如果年轻气生会很生气 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就遇到这样的状况 一样的情况 我说我上面能够 然后他说没有 我就很生气 你为什么要说谎 所以我就辞职了 后来现在想一想 其实也不需要了 反正就 对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你就先背一个黑锅 对不对 然后私底下就跟他 对不对 这个我想 不同年纪了 OK好 那就是 重点就是反正逻辑 这个逻辑 有时候怎么去定义 反正你们自己 先内部讨论清楚再说 那我们只是针对 怎么去做比较简单 因为反正没关系 你定义好之后 以后用F3 F3 反正就把东西填上去 至于要加减乘除 没算错就OK了 那一样的道理 税率的话 税率是什么呢 这边有 原来有的股数 加上分配到的股数 其实就跟刚刚这边也一样 然后怎么样 去搜寻税率表 税率表在这里 那不过因为税率表 它的栏位名称在左边 所以记得 如果在上面用V如函数 为什么 因为V是垂直的 Vertical 那在左边的话 是水平的 所以H就是宏尼Ronto OK 查询的方法不太一样 那一样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我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原有股数 加分配股数 这个其实不用再一次 Ctrl-C好了 直接拿这个来做 那插入函数 记得减事率参照 用HLUKAB 把刚刚的这个贴上就可以了 原有股数 加分配股数 不过还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除以万元 然后TableArray的话 F3 找一下那个我们的税率表 去税率表里面帮我查查看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有个方法 再点回去 税率表 它会出现 那查 刚刚V如函数是查第一栏 那那个H如果是查第一列 所以它会比是不是这个到这个 是不是这个 反正就是这个范围 那以万有为单位 所以我这边有出以万 那查回来 你希望查的是第几列呢 123 OK 那我们就第三列 那其实它这个前面也会告诉你 Raw Raw的话指的是列 Index指的是第几列 123 所以我要第三列 那这个时候 那你就直接把那个列数填上去 所以有点像 反正我觉得函数最重要 就是你要看懂 它前面问你什么 可是前面问的问题 都刚好不是中文的 都是英文 而且这个英文又是很简略的英文 那所以后来 其实我慢慢习惯就看懂前面东西 那慢慢的 即便你完全没有用过这个函数 你也可以很快知道要给它什么东西 而且你会发现前面这个前面的那个叙述 它还有一个固 慢慢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固定的逻辑 很多地方都有重复出现的迹象 类似的函数都有类似的用法 可能你慢慢体会一下 OK 那range lookup是零 但如果你不知道说这个到底做什么 其实 当然你还可以有个方法 它的中文意思下面也有 就是这一串 不过有时候这一串 它中文写的不好 而且我那个有点字词 不是很通顺 前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 当然有时候你可以就是感觉 OK 那这边跟正一下 应该是1才对 1的话呢 指的是true 找接近的 0的话是false 当然你这边打true也可以啦 不过打true 有时候其实要多花几个字 所以我喜欢用1 OK按确定 它会帮你把那个税率表掉出来 向下填满 那扣税后的现金鼓励就是 什么呢 现金鼓励 乘以1减掉税率 所以好很简单 计算公司就是刚刚一样 等于F3 你就找一下什么 有没有现金鼓励 有 然后呢 在层上 钱瓜糊 1减掉F3 税率 反正你就照 刚刚的方式来做 你会发现 其实做起来还蛮愉快的 而且都是看得懂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还蛮重要的 有的时候因为 我发现很多人 给我的档号 我发现怎么乱七八糟的 而且Vilo函数 后面带的资料都 都是 切来切去最后放弃了 因为你没有任何说明的话 你给其他人看 真的完全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定义好名称之后 就会很清清楚了 这个名称因为都看得懂的 向下填满之后的话那就OK 排名应该没问题 排名的话呢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用那个Rank EQ 所以在统计前面好像讲过 Rank Rank EQ Rank.EQ 这一个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当然它的值 在哪个范围呢 在这个扣税后现金鼓励 所以F3 你就是找那个什么 扣税后现金鼓励 那当然你想说这个我可以直接选 也可以啦 选底下的这个所有范围 可是你会发现 用名称的好处 比用选的好处就是 名称不用再按F4 但是如果你是用选的 你要在F4 为什么要把那个范围锁起来 那名称不用锁 有这个好处 另外用跟VBA搭配 用名称也更方便 待会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做完按确定 然后呢再向下填满 好做完了 那VBA的话呢 实际上 其实就是 当然你可以再拉一个 复制一个 那我把它直接 刚刚的东西 把那些公式怎么样 重复再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丢的方式很简单 还记得吧 For I等于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在Sales I列的 D栏里面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把公式 这个公式怎么样 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 应该还印象 应该有印象 只是说你要实际做出来 可能要自己要 一定要动手 做完你会比较踏实 那 再把这个列号 改成I 列号改成I 哪个列号呢 4 下面5 下面6 好 有没有发现 就把这个改成I 改成I的规则 我讲过了 所以不赘述 另外呢 如果有双引号 你要改成两个 但是用名称的好处是 它不会有双引号 所以这个可以避开了 OK 好 那所以呢 这个贴 贴贴贴贴贴贴 贴完之后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VBA部分 按下输出 结果就完成 那里面的公式 非常的简短 就是我刚刚讲的 For I 等于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写法 我想前面都写过了 我是建议 你一定要自己动手 做过一遍 然后呢 第一栏里面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本来是 这个地方 本来是一个6 那我只是把它改成I而已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已经写了N遍 那底下这个更厉害 完全不需要什么 做任何改 因为它是一个名称 所以你直接把它贴上就好了 那再来其他 这边好像也完全贴上 这个也是贴上 那RANK EQ的话呢 才要改 其他都不用改 所以VBA里面 假如你用搭配名称的话 写起来更简单 那另外还有清楚 清楚的话实际上就是一样 这个假设计算 后面都丢双一号就可以了 所以清除的话 我们直接执行 里面的话 资料就全部清空了 就这样 把它执行 资料过来 清除 全部清空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准各位 那尽量呢 还是真的就是动手做一下 反正理解逻辑就可以了 旁边 你可以把那个题目 从另外一页贴到旁边 照着 照着做一下 然后 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VBA 那再来就是熟练度 除了会师外 尽量还是要真的动手 然后想到什么 就可以把那个东西给做出来 那以后的话 我想你工作会更加的得心一手 因为真的 做完之后 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更有效率 而且不需要重复